有很多的遷取物耶 這樣子真的是超級無敵境耶 觀念裡面好像幫忙帶東西 去別的國家 路徑是很危險的事情 我在休息站耶 就是這樣子的橫紅的一整條這樣喔 快樂飛之炸彈 烤雞腿堡 這感覺就是為了阿潘而取的 今天呢我們有個任務 就是我們要去搭小三頭 要去廈門 那我們等一下的任務啊 就是要從台中這裡搭飛機到金門 然後到金門那邊呢 我們再搭船過去廈門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的登機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停車 而且我們明天就回來了 對 就是超級為了這個 然後特別來到這裡 好像時間還蠻快的 然後價錢還蠻便宜的這樣子 其實如果想要當天拿回來 好像也不是不行的 對 也是 就是我們再早一點起來就可以了 對啊 我們剛才就是來登機之後 沒想到今天好像坐車耶 對 第一次搭就是國內線 平常都坐船 對對對 所以不知道我們現在要搭去哪裡 應該是搭去飛機了 對 最近應該只是搭到你的介護車 怎麼可能現在走過去吧 好 這是我們今天要搭的飛機 我們第一次坐這麼小的飛機耶 坐內線的 會有半個字嗎 不會 一小時就到了 但是好像會有水之類的 我覺得位置還算可以耶 因為我記得小時候坐的那個飛機 超級窄的 你怎麼做一個做過 去澎湖啊 去金門沒做過啊 如果你的肚子很大咧 還行嗎 我還沒拉起來 我現在就帶你力走 安全他一定要記得吸耶 不然你要超乎爆開就完蛋了 你打金門 我們剛才那個飛機還蠻好睡的 還是我們兩個太會睡 不知道 一個小時很快就過了 他剛才的飛機上 確實可以讓你提供茶 然後一些水之類的 但我們就是累到想說是不要喝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們要從機場到碼頭 中間的這座環境都是很不方便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人生想要載我們去 好好喔 但是我們心裡爆滿 對 我們心裡想載不下去 對 載不下去 謝謝你們 真的很感謝 所以等一下應該自己叫計程車 或者是看他有什麼辦法 因為我們剛剛打開那個uber是沒有支援的 對 他說我們好像走出去之後有計程車 然後是用跳錶或是用寒假的這樣子 對 等一下再看一下 對 阿芬他現在在吃暈船藥 哈哈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搭船過去 然後醫生說的就是提早半小時吃這樣子 但是藥好像想睡覺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睡著 就是醫生害的 哈哈 哈哈 沒有 你從今天一大早就感覺很想睡覺了 我們剛才搭計程車過來的時間 大概是20分鐘 20分鐘阿芬也在暈船 是蠻厲害的 對啊 因為今天早上那個接駁車好暈喔 哈哈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是一個非常freestyle的行程 我們兩個竟然還在這裡 Kill car 欸 傻眼 這個是我們新的行李箱 它這個是前開室 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還有個大的 這個大的上面可以放些吃的食物 金門的朋友他們說 計程車好像價格都沒有太便宜 然後叫我們多問一點 欸 沒想到一走出來 就第一整排的計程車欸 然後這個也是用第一台做法 它們好像都有排班的 喔 輪班式的 出門應該就是走到最前面 然後看誰就是誰 你好像沒得跳 我也不能看演員 不然你就是要等前面 就是看後面有沒有人要坐 先把那台沒有演員的坐走 就是pass這樣 對對對 也才四台而已 沒關係好 相信台灣人都是好人 那你覺得 就是從現在過去那裡大概要多少 你自己預估 他說15分鐘 我猜就200 我猜500欸 因為我剛才是 從大雅到清泉岡 那個路程大概是20分鐘 然後搭Uber 好像是360幾塊 所以如果這裡是那裡也是20分鐘後 這個再加上一些費用 大概500 我覺得差不多 要飯呢 不用 不用 謝謝 謝謝 拜 你們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東西喔 不用 謝謝 不用 謝謝 我們剛剛有看到 在碼頭這裡 不是會有一些人 一批的一些酒 那請你幫忙帶過去 然後那些東西呢 其實他們這裡的人說 可以算了一兩百塊人民幣 沒錯 就是你等於說我們剛搭過來的 車錢就省了啦 但是我們兩個怕麻煩 對 觀念裡面 幫忙帶東西去別的國家 路徑是很危險的事情 看大家 可能在這裡是沒什麼 但是好像不是很正常的 感覺是已經是常態了啦 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剛才那個計程車司機 他是直接跟下面的人說 欸他們兩個要帶 我想說我有手嗎 對對對 可以自己評估看看 評估看看 然後看一下我們下面留言 看一下大家 我們有什麼 什麼一些切磋的內容 對啊 然後我們的時間呢 十二點半的話 剛好已經開走了 所以下一個就是兩點 現在來到碼頭之後啊 大家可以來到這一邊 他們這裡有現場 購買票的地方 要去梧桐 或是大家也可以在網路上面買 因為網路上面買的話呢 好像是比較不需要排隊 去搭船呢 還要一個小時 我們先去看他的那個餐飲部長怎樣 對他剛才寫說 餐飲部往這裡走 應該休息站欸 就是這樣子的橫橫的一整條這樣喔 喔 喔 蠻酷的欸 是這邊的餐飲部門 哈哈哈哈 你想說可能是在一棟 然後一個攤一個攤這樣子 對 他就直接打 這樣只是打橫的 好我們現在要進去餐飲部門了 有一兩家 其實也是跟休息站裡面蠻像的 但是他這邊 都是一些伴手 然後這邊就是賣熱食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這邊呢 不用擔心說你們肚子會餓 因為這裡有7分之外呢 我們剛才看到那裡還有牛肉麵啊 還有一些賣飲料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擔心 那我們剛才買船票 一個人的價錢是750塊錢 是可以刷卡的 那我們這一機票的話 從開箱推到今年 一個人的價錢是 2236塊錢 但他那個價錢好像都會幾幾幾幾 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出境了 我們剛才出境的時候 其實還有付到免稅商店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是1點45分 等一下是2點的長 這看起來什麼就是下門啊 很多很多的震情物耶 這樣子真的是超級無理勁耶 現在大概才過了10分鐘左右 你看我隔壁的這位 再度登出 耶 辛苦了 辛苦了 那你感覺很冷 我們到達了 走進去 我覺得他們這裡碼頭的地方啊 感覺有點像是我們 台灣的機場 就是我覺得看起來其實還蠻高級的 然後上面都有一些指示 都看起來像是機場會遇到的東西 哇 他們好多計程車喔 對 他們計程車是不是 綠色 藍色 紫色 橘色 好多顏色喔 但我們現在看到 那個對面有一個肯德基 這個紅色 他們這些車停在這裡都完全沒聲音 他們好像是電動車耶 那個混合牌的 漸層的啊 有綠色車牌的 對 綠色 白色的漸層是電動車啊 好 前面這棟好像是outlet 殺之船outlet 那這台機器好像有點酷喔 那這裡可以刷人開門 燒錶開門 然後呢 我們就是掃完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你裡面想要什麼東西 他要走關門還可以自動結帳 好神奇喔 但我們剛剛試過我們的支付寶都打不開 對 因為好像有手機號碼之類的 其實不然我想吃吃看他們那個零食耶 我覺得它上面這看起來蠻好吃的 檸檬茶 這還好吧 我想吃吃看這個 想要品嘗一下科技與狠坡啊 我們現在到了二樓 它的肯德基 這個名字取得也太好了吧 快樂肥之炸彈 烤雞腿堡 這感覺就是為了阿潘而取的 然後旁邊啊 竟然還有賣牛排 你有想要點什麼嗎 我想點炸雞 可是看起來沒有炸雞菜 炸雞 你在台灣不就吃得到嗎 還有冰耶 還是有吃這裡才有的 對啊 謝謝 快樂肥宅 耶 肯德基來了 而且還這個薯條他還說把我們現在 對 蠻好喝的 真的 但是說不出來是什麼味道 它不就是檸檬茶嗎 不一樣 它很像是那個 你去星巴克很喜歡喝的那個什麼蜜的 蜜又紅茶 對對對 很像耶 然後他們這裡的薯條是屬於這種細薯 就是好像是麥當勞的那種粗細大小 比那個出的好吃耶 我覺得 除非你現在不然我覺得好像味道不太喜歡 沒錯 那你要不要吃吃看這個漢堡 對啊 它很貴耶你看 它有點長方形的那種麵包 然後裡面就是有 這應該是炸蛋 就是那個蛋 我們去吃台灣小吃很容易吃到那個炸蛋 看起來很厲害耶 但這個不便宜耶 全部加起來是39塊 是嗎 會很辣嗎 很像一個料理麻辣感就是我們台灣的那個啊 筋大雞腿堡 不是 麻辣鍋 不是 青花椒 這樣我們應該會喜歡吧 你會喜歡 我很喜歡一隻青花椒耶 就跟我們的那個青花椒很像 你看它的麵包我覺得蠻好吃耶 麵包你也吃得出來喔 就是它是濕的 它不是乾乾的那種 還不錯喔 這個點到是開心的 這個好吃到如果它在台灣有的話 我一定常常爆到 它甚至已經比那個青花椒還好吃了耶 但它裡面的那個炸蛋 我覺得它沒有非常的炸感 就是它已經融為一體了 它的外觀很像花蓮炸蛋通知到餅的外觀 但是它很小 的那個炸蛋 對 它很小 但我覺得它的醬汁真的是超讚 很爛 你好遜喔 但你留給我吃 你不要勉強的 哈哈哈哈 然後這個飲料的話 我覺得有點太酸了 真的它不像蜜紅茶嗎 對 不太像 就太酸了 那我們等一下差不多就是要做交通工具 先去我們的飯店先去Check in 因為呢聽說我們飯店附近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好 嗯 我們歷經半小時 現在終於到了酒店這裡 這個司機的開車技術太晃了吧 哈哈哈哈 所以你高高又要運車了吧 沒有還好我那個投雲藥已經有用了 開始作用了 我剛剛其實沒有運車 剛剛只是一直被它弄一直這樣點一點 它一直前後前後前後 有點累 好 那我們現在的地方好像到了 我們選擇是全季酒店 然後這個是在將軍寺這一邊 會知道這間是我表妹還推薦我說 他們來這裡住 他覺得CP值很高這樣 我們剛剛其實也CP值很高耶 我們剛才也搭了半個小時 費用你知道多少嗎 29塊啊 164台幣耶 好划算喔 很便宜耶 下次我們來這裡同行都搭計程車好了 這是我們建築的房間 我覺得一進來呢 感覺其實就還蠻漂亮的 你看一開始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然後呢在它旁邊 這裡呢就是他們的廁所空間 那它的廁所就是一樣是乾濕分離的 我覺得它的廁所看起來蠻乾淨的 大好像有點小耶 跟我們家差不多吧 是嗎我家大一點 然後除了這個空間之外呢 我覺得它很棒的就是它有附雨傘 這個雨傘如果下雨的話 我們還可以借出去用 正常好像都會有啊 它不會放在房間 都會放在大廳這樣 會放在大廳 剩下這個空間呢 就是我們的房間啦 這個房間呢 我覺得其實還蠻簡約的 然後我覺得最加分的就是 他們這裡有茶具耶 然後旁邊還有附茶葉 我們有空的話呢 可以來這裡稍微買個宵夜 出來這裡品茶 Wonderful 然後我們這個區域呢 這個是我剛才按出來的 它裡面就是一堆茶座 所以大家要用茶墊啊什麼的 不用擔心 因為我發現它各個角落全部都是 然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冰箱 它這個冰箱呢 裡面竟然有六罐水 也太多了吧 然後他們的便室呢 我覺得非常的大 目前看起來是還蠻滿意的 但是呢你知道價錢多少嗎 2000塊 1740 喔很划算耶 一間房間 我覺得蠻便宜耶 對啊便宜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已經成功進來飯店了嘛 接下來晚上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在附近吃個東西之類的 先把我們的小三通做個總結 時間花的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 我們搭飛機 我們是從台中然後飛到金門 這樣子的飛機票呢 只要2200左右 然後呢我們再從金門搭船來到廈門 然後這個時間呢大概是半小時左右 然後價錢是750元 我這樣夾一夾 竟然才2950元 不到3000塊 對這個是一個人的價錢 然後時間的話呢 我們大概是 飛機一小時 然後搭船半小時 然後大家再加上那些 手續的時間 可能再加個一個小時 這樣大概就是2.5個小時 還要再算一個 可能會搭不到船 然後剛才阿寬他就是一直想說 可不可以不要搭船 他就直接搭飛機就好了 然後我們有幫大家查過 你要從台中出發的話 你就要先從台中 然後到我們的桃園 到了桃園之後再搭飛機過來 搭過來的話那個票價大概就是 4000多到6000多 然後他的時間呢 大概是1.5個小時左右 就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所以你下次來你會想到怎麼樣 先吃藥然後做小三通 就是你自己運產的問題嗎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就是一切都OK這樣 因為其實有很多朋友啊 還有網友他們都推薦我們說 趕快拍下小三通 他們會想要知道說 到底是要怎麼搭之類的 結果真的比我想要這麼的蠻簡單的 就是大家就只要準備好你的護照 然後還有你的台報證 差不多就這樣子 還有錢 那錢的話我們其實到現在 我們都是沒有用到任何的人民地獻金 都是打開那個支付寶 然後就去支付這樣子 沒錯 如果想要知道支付寶怎麼設定 可以先看我們上海第一集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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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